近來有業者被查出 將美國進口豬肉產地改標 被質疑有息產地之嫌 行政院長陳建仁強調 將會嚴懲標示不實的不肖業者 衛福部長宣誼原則說 進口肉流向有一個非追不可的系統 地方政府都可以查 而台中市實安處則是查出 涉嫌息產地的美豬 流向81家餐飲業者 桃園查獲新興瑞藤兩家公司 把美國豬肉混合他國豬肉 未標示美豬 還做成火鍋肉片 賣給全台大約200家餐飲店 台中市實安處目前查出 流向境內81家餐飲業者 市長盧秀燕表示 會公布業者名單 市民有知的權利 尤其實安 我們會把這些標示不實的 這些美豬的去向流向 使用的參與業者公開 標示不實肉品 恐怕已被吃下肚 引發實安風暴 而且六月進口的豬肉 九月才查獲 外界質疑中央沒有把關 恐讓洗產地成為常態 這件事情開始是由中央衛福部 發現了資料有錯誤以後 就與地方政府展開聯合的稽查 如果有任何的標示錯誤的情形 政府一定是嚴懲 希望業者不要僥倖行事 對於這一些豬肉的雞查 其實是我們今年累月都在做的 常規性的一個查核 進口肉的流向 我們有一個非追不可的系統 這個地方都可以查得到 不過國民黨立委賴士寶批評 開放含萊劑進口豬是錯誤政策 還讓美豬市占率大幅提升 國產豬市占率下降 但陳建仁強調 檢驗的兩萬多件 進口豬肉 萊克多巴胺都是零檢出 中央會跟地方合作 把關食安 記者綜合報導 本身